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明濟 Little 如果跟你說七萬首期就可以買樓了 你相信不相信呢 今集的視頻 我們來到我們身後現成的學看守府 學看守府目前已經是清貨階段 僅剩下幾套房源做了特價的清貨活動 包括剛才說到七萬人就可以買樓了 所以今集的視頻 我們一要到實景 推薦了兩套單位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不乎隨著我的鏡頭 繼續往下看 首先推薦的壺形就是在7-2704這個單位 它做了88方三房兩停一位 它的景觀亦十分開揚 我們簡單和大家分享壺形和現時的實景效果 我們入壺時 在這裏就有一個懸關的位置 這個懸關簡單 相當之簡潔 它是一個套入位給我們做鞋櫃 但我建議大家 在這裏我不是很建議做這麼小的鞋櫃 大家可以設計在這棵牆上 然後沿著這條邊做一個超大的收納櫃 這樣才是正的 延伸到這位置就適合這條磚的磚 做一個屏風 這效果就是將客廳間隔開了 非常獨立 隱私性都高一點 轉個彎過來才到我們餐廳的食飯位置 在這裏就可以擺放大餐桌 後方就是存房的 這條動線就很流暢了 但我們會見到我們存房的位置 這扇門好像很窄 因為這牆的後方 一進來 它是收納了一個雪櫃的位置 如果後期想自己改動 我能否實現到呢 其實是可以的 這牆是可以購買的 看看大家會否後期再設計 我進來 88方的戶型廚房 是一個L型設計 我覺得它會相比較起 比108、90多方的那些還要試 因為那邊可能是一字形的 窄身一點 反而這裏很闊爽 很寬鬆一點 這樣就可以在雪櫃、洗碗 然後要煮飯 然後要拿出去吃飯 這樣 OK 再進來就是整個客廳 客廳這個位置大約是3.5米 這樣一個開間來的 會見到四四方方 我們擺電視也好 擺我們的沙發也好 亦都是非常方便 又不用重新有些角位 重新設計 OK 我們會見到整個屋子 它是安裝了吊頂的範圍燈 所以一進來 整個屋子都比較明亮一點 都比較舒服 再加上我們在高樓上採光也好 說到採光就一定走出露台來看看 我們在七棟的位置 會見到池方公寓的狗凍 是會有遮擋一點 但不影響我們側望出來 是一個非常開揚的南投城市景觀 雖然今天是露雨比較大 但亦都會見到基本上沒有遮擋 亦都比較舒服的一個 所以採光亦都很好 與此同時會見到露台也很深 這裡 烏摸也有一米八卦 然後闊到跟客廳大概三分半 所以在這裡 如果大家做一個風窗的設計 將它移動出來 感覺會更加大 更加舒服 OK 我進去 轉身過來就是一個靜區 這個靜區其實亦都比較常見 因為它只做了一個洗手間 所以主要的房間分佈依靠是邊邊位 三間房下、主人房、客案和陽改房 即是部件陽改房間 一步一步來 先看看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進來有一個轉角位 在這裡大家可以設計 衣帽間的衣櫃 整個大衣櫃 進來這裡就是水光的位置 水光的位置由兩個層層位 已經幫大家定奪了方向 就這樣放在三邊下床 也會見到很大的飄窗位 這個飄窗位是全陣送的 望櫃亦是非常美麗的開陽景觀 是十分之開陽 基本上沒有遮擋了 我轉過來 還有兩間房間 分別是客屋和陽改房 先看看客屋 客屋會見到一個很大的飄窗位 主要是望遠林景觀 那邊望出去其實都可以的 都很開藥的 我們要和大家分享的話 要到這裡和大家說說 這個房間其實是有一個可動空間 在匯形圖上可以見到 在這幅牆後面 是可以設計的 意味著如果大家不會太多人 過來一齊住 可能有兩夫婦 大一個小朋友 這裡可以將房間 整個大套間 這裡是做一個超體義務間 也可以的 門可以留住這裡 封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這棵床是可以搏的 通過就是 做一個超大的住人房 還有留一間房 陽蓋房在這裡 可以做一個兒童房 或者是自己想要的收納空間 因為這裡的塞缸真的很重 反而望遠林 也望遠林 景觀也不差 再者望前面 陣政府的方向 整個藍頭都給我看了 最後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很簡單 外面有一個洗手盤 進來就是棋缸和馬桶的位置 馬桶亦比較闊 不會太壓抑 不會太窄身 包括我們在棋缸這裡 亦是非常重要的空間 所以這個八十八方 它在護形設計上 可以說是用得比較盡 亦實力相對高一點 再者就是 二十七樓 它是屬於頂樓的位置 亦有很多客戶擔心 頂樓會不會有漏水 以及比較熱的情況發生 其實我們整個頂層 是做了將近五十公斤的 一個家庫處理 隔熱之餘 還可以有一個防滲水的效果 今天已經看到是下雨天 陰陰地天 我們過來時亦有單體車 但我們檢查所有角落位 包括天花這些位置 全部都未有發現滲水的情況 所以藉著陰雨天 希望可以幫大家有一個防身的保證 同時我們可以上為天台 就近原則 頂樓亦可以享受上天台的效果 所以就看回大家個人的喜好 我們接下來還有一個望遠景 超級美的單位 我們繼續往下看吧 第二個推薦單位 就是五棟二單元的204 兩個單位都有賣的 203、204都有賣的 但它的景觀上 其實204會更加優勝一層 為甚麼呢 我們進來看看 204跟剛剛推薦的2704的間隔 一模一樣 都是88方 入圓關、客廳都是非常方正 最大的亮點就是 亦都是最大的區別 它跟2704不同 我們的204是望遠林為主 漢漢亦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它遠林是現成的 而且整個遠林亦都比較豐富 我們看出去就很像住在公園裏面 前面又是一個泳池 雨水為彩 你每天看著那位小池 就是游泳 它這個204會比203的景觀更加開闊 整個宗族原林就在你的眼前 如果選擇203那邊 會在前面的陸洞有少許遮擋 所以亦都要側一點來看這個景觀 所以我覺得204會更加推薦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間隔的基本上一模一樣 但是每間房間的景觀亦有所不同 剛剛我們在2704會見到 主要景觀基本上都是城市景觀 沒有什麼遠林景觀的高樓層 而我們的正區方面 遠林景觀就會更加明顯一點 首先我們來看看主任房 主任房是跟回主露台的位置 所以會見到中尺遠林景觀也很漂亮 第二就是客戶也是跟回主露台的景觀 也不錯 所以基本上我們已經被圓林包圍了 最後還有一個陽改房 也是綠油油的一片感覺 看身也很舒服 所以就是我最推薦這兩個單位的原因 其他單位或多或少 基本上都會有一定的遮擋力 所以景觀沒那麼開揚 所以我覺得又要性壓比高 與此同時目前選擇又並不多 不如我推薦一些景觀漂亮一點 讓大家看得舒服一點 住得更加舒心一點的單位 所以以上就是實現單位 跟大家拍攝的主要內容 今期視頻又來到尾聲了 所以亦和大家在這個時刻 匯報一下我們的價錢 首先今天推薦了兩個單位 分別是2704 和204 首先跟大家說說7棟 2704 檢中免積是88.87 總共118萬架 目前的折扣基本上是清盤架 5萬可以享受這些房源 折扣總共99.4萬加5萬的團購 大約去到104萬 首期完全是2萬訂 加5萬團購 就可以完全上車 說說真7萬首期 按揭金額去到74萬 30年期的月工 每個月大約是4700元 一個月 下面還有一些雜費 例如我們要交稅 就是12000元的稅費 專項維修基金是6211 律師費是1750元 每月管理費是2.9元 每平方米 由我們的萬科物業 幫助我們補價護項 包括目前可以選擇的單位 其實都靜而不多 可以說目前中山可以說7萬元買樓 更難於是 第二個單位就是望遠林 比較漂亮的五棟子彈圓204 204的價錢就是 折口總價 96萬加5萬 大約 總價大約 101萬 101萬 然後月工是4500 貴一點 下面還有一點雜費 其實亦不能看出 何康這個盤 因為它是現成 圓林各方面 全國現成的 大家亦都買了放心 可以說3至4個月之內 就可以出到契 亦都是現正現樓 讓大家買了放心 所以價錢亦會相對地 比周邊高一點 大約去到1萬1 所以不知道大家如何覺得 護形是否合適 不妨在下方的評論區 留下大家的留言和評論 或者可以留下大家想了解的資訊 或者想了解樓盤 下期更新的事物 可能就是你想要的資訊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按下小鈴鐺 你們的支持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